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十四岁的林德瓦尔在工作时结识的建筑师决定把梦想付诸行动 在哈拉斯的树林里打造了七间造型不同的树屋 将设计融入大自然 每栋树屋距离地面约三到五公尺 房客入住时还得用爬的 这七间树屋以钢索固定 林德瓦尔每年都会调整钢索 让树有足够空间继续生长 旅馆内厕所有焚化功能 可以把排泄物烧成肥料 树屋旅馆周遭还可以看到野生动物徘徊 虽然平均一碗要价两万台币并不算便宜 但多年来也吸引许多游客到北欧森林幻境 暂时忘却平日的返忧 在内心中的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